好,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ner這位隊長 就是獲得了七個達陣 而巴布位有六個 Nichironga 澳洲的亨利有五個達陣 看來在這些名單中 沒有派西米勞 金局界在香港站的表現 就不像其他站那麼理想 至於最多分數就是 津巴布位的Nichironga 尼切朗家 南非的Africa 就是獲得35分 這些就是在今屆香港賽事 獲得最多分數的運動員 看看 在今季 即是說 六站裡面 計到香港站最多的達陣次數 就是帕斯米勞 薩摩亞球員 薩摩亞球員 42個達陣 Nichironga 就是肯亞球員 獲得28個達陣 看來帕斯米勞 就是遠遠拋離了第二位的Nichironga 加踢 都是很多時候他負負責的 所以加踢入了 所以他的分數都很高 好了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好了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in 這位隊長 就是獲得7個達陣 而巴布位 有6個 Nichironga 澳洲的亨利 有5個達陣 看來在這些名單裡面 沒有泰西米勞 金局界 香港站的表現 就不像他在其他站那麼理想 至於最多分數 就是 津巴布位 Nichironga 尼切朗加 南非的Africa 就是獲得35分 這些就是在今屆香港賽事 獲得最多分數的運動員 在今屆 即是說 綠站裡面 計算到香港站 最多的達陣次數 帕斯米勞 薩摩亞的球員 42個達陣 Nichironga 就是肯硬的球員 拿28個達陣 看來 帕斯米勞 就是遠遠拋離了第二位 Nichironga 至於英格蘭的高寧斯 現在是排到第四位 就是獲得22個達陣 但高寧斯的獲得分很高 可能就是他的加踢 都是很多時候他負責的 所以那些加踢入了 所以他的分數都是很高的 但我剛才看的這個 就是達陣的次數 那將會 好了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in 這位隊長 就是獲得7個達陣 而巴布位 有6個 Nichironga 澳洲的亨利 有5個達陣 好 看來在這些名單裡面 沒有這個 好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好 我們看看 在最…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好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好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好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你看看 美國隊的 Swerin這位隊長 就是獲得了這個 7個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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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好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好 我們看看 好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的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in這位隊長 就是獲得了7個達陣 而巴布位有6個 Nichironga 澳洲的亨利有5個達陣 看來在這些名單中 沒有泰西米勞金局界 香港站的表現 還未像其他站那麼理想 至於最多的分數就是 津巴布位的Nichironga 尼切朗加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對俄羅斯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更好多的分數 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對俄羅斯 今天對俄羅斯 我們看一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對俄羅斯 頭對俄羅斯 這裡有五個達鎮 看來在這些名單中 沒有泰西米勞 根局界在香港站的表現 接下來是中國對…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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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in這位隊長 拿了七個達鎮 而巴布位有六個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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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在最多分數方面 Deutschland對俄羅斯 接下來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對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in 接下來就是中國對俄羅斯 看看中國隊今天的表現如何 我們看看 在最多分數方面 美國隊的Swerin 現在是中場休息兩分鐘 在一些八強賽、四強賽 都是中場休息兩分鐘 但其實打到決賽的話 在銀杯賽是打上下半場各十分鐘 俄羅斯暫時領先中國隊 中國隊其實 這麼久以來只打了96場賽事 經驗都是很淺的 俄羅斯打了129場 中國隊在贏輸的場數方面 贏就是14場 輸就是82場 而俄羅斯贏就是38場 輸了就是88場 準備 好,現在開始球 俄羅斯打了3場 右攻左 中國隊接球就向前跌 應該是俄羅斯得益的 暫時也是 回到右邊 先走他的斜 兩個、三個的中國隊的球員 包著他 都被他推進了10碼 摸下他了 沒錯 設定了兩個拳 之後 就足夠空位給自己的隊友 所以馬上飛出來左邊 左邊走了一輪 推不推得開 推他出界了,沒錯 好,打得很棒 立即開個快球 對 因為俄羅斯隊的球員 沒有人 但是 球證就吹回頭 就是俄羅斯隊 有一個球員 犯規 變成了中國隊 在自己後場 就有一個罰球 因為是中國隊的球員犯規 俄羅斯隊 就在這個差不多五馬線 那裡有一個罰球 也是 恩義斯堅來發展 劍馬式進攻 分出 防守得到 想快點拿球出來 其實中國隊 應該繼續拖延他的時間 那就對 等到自己其他球員 就可以站回正確的位 要不然 就會暴露了空位 讓對方可以進攻 還贏了 對方犯規 立即做反攻 沒錯,外面還有兩個 俄羅斯 俄羅斯用踢球 就是交過遠傳 踢了出去 就有些 撿雞的情況下 就是 掉了出去 俄羅斯隊 立即開個快球 似乎中國隊 還沒站好 給對方一個手掌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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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個手掌握 旁邊的執法 的球證 會不會 一會兒追究他 因為我們發覺 在七層籃球 球證 不是立即指出你的犯規 沒錯 有休息中段的時間 才會抽後算帳 盡量不會影響到比賽的進行 但別以為你可以逃脫 俄羅斯隊 入球後 暫時領先24比5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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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 打起來 這場真的沒有精神 雖然也有一個入球 打不出自己應有的水準 似乎 剛剛過了10馬線 要繼續比賽 但中間隊的球員在等 俄羅斯隊 俄羅斯隊 有理無理 繼續強攻 入球後 越來越穩陣 左右開攻 看到左推一個 右推一個 去到差不多 就達陣線 厲害 只有六尊 看到他避開了幾個 就交給外面 外面他就選擇想交球 過不過得到 交給他 哎呀 向前跌球 看到王家成走了一段 中國隊這一輪的反擊 雖然未能夠造成達陣 但是他反駁了 你說他沒有來精神 其實我很精神 不過我只是等機會 希望可以多點看到這些鏡球 真的 剛才的進攻未能把握到 看看能否搶回這個界外球 跑得不好了 趁著對方的失誤 右邊有空位 直走 可以了 厲害 厲害 李嘉琳 趁著對方開出界外球 做了一個失誤 然後球一到李嘉琳手 不想了 倒下球就完 這一球 真是 反攻 反守為攻 非常漂亮 雖然雖然不能夠一氣呵成 由自己的達陣區 回到對方的達陣區 經過一個界外球 但是其實都可以造成一個進攻 有進步 現在這樣追回 暫時是落後12比24 落後12分 剩下2分多 不是沒有機會的 看看中國隊這群球員 有沒有這樣的意志 去追回分數 沒問題 沒問題 因為現在是淘汰賽 輸了這場就再見 中國隊的機會 一塊球 左邊還有人 走到斜線 改變方向 自己進去 擺脫了一個 找人交 有沒有人上來 交到出去 對方的球員蓋到了 幾個假動作 加上六尊 交到長傳 繼續 這邊還有位 應該有了 看看怎樣 應該沒問題 太棒了 太棒了 讓他追一下 又多達陣了 剛才入球的8號 何忠亮 中國隊越打越精神 一個長傳 到這邊 這邊已經差不多要二打一了 忍一忍奧斯堅過來 再補位已經太遲了 可惜失敗了加踢 現在是中國隊17比24 暫時落後7分 落後7分 一個達陣 一個加踢 追和 一忍奧斯堅 一忍奧斯堅 糟了 被他走掉 還有六尊一個 看看他能否包得到 他看裡面 有人來支援很難搞 二打一 好可惜 剛剛氣勢如虹的中國隊 追到那麼多 又被對方入球 打緊了那個士氣 剛剛入球的 就是6號 馬惠耶夫 而且時間剩下35秒 好可惜 欣義斯堅 其實很難捉到他 引開了六尊之後 就交了給5號 6號的馬惠耶夫 所以俄羅斯隊 有欣義斯堅在這裏 這位球員很有價值 暫時俄羅斯隊領先3守1比17 時間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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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中國隊 能否追多一、兩球 中國隊做了兩個調動 分別是12號的陳學森 和1號的黃建華 換入 OK 欣義斯堅開了高球 接下來球衝一下 沒事吧 現場時間已經結束了 但是比賽繼續進行 交給空位 沒有空位交 立刻設定 設定不錯 即出 左邊還有四位球員 交了長傳 前面有空位 一個搞動作 擺住了對方 但仍然過不了銀行線 交到嗎?交到 先走斜線 去著角位 旁邊還有人交 對 不以為他想交叉走位 這就是隊友之間的默契 還未夠純熟 這時候球證還吹了長雞 糟糕了 沒可惜 中國隊最後以30比17 輸了給俄羅斯隊 最難吃我心頭之粉 秋香露點 唐發虎 星期一晚8點半